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 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屏幕的下方 出现了一个摇一摇的脚镖 请您马上拿起手机参与互动 表达您的爱情观点 这样会有精美的好礼 等你来摇 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老师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 沙娜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裔嘉心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 就来分享三位老师们的生活智慧吧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是半路夫妻 在一起就像跟他好好过日子 可是现在感觉一切都不一样 他天天给我耍心眼 我哪有跟我跟你耍心眼 这都是你自己瞎想出来的 咱们俩一起过日子这么久了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的孩子 钱都留给他们花 都快给他们宠上天了 咱们能不能说点别的事 天天是钱金算钱的 你当时说不在乎我的钱 你现在就是因为我的钱 打来打去的 有意思吗 本身就是你自己身上有问题 用来怪我 咱们非得把这事弄明白 要不谁也过不好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于宝才 63岁来自哈尔滨 是位农民 女嘉宾孙书霞 56岁同样来自哈尔滨个体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们算半路夫妻是吧 结婚多少年了 13年 结婚的时候各自都有孩子吗 他仨儿子 我仨姑娘 今天谁要来啊 我 要来干嘛呀 要跟他离婚 说说离婚的理由吧 我们俩是半路夫妻 他两边是去世的 我是离婚的 后来我过了三年 经过朋友介绍 说是给我介绍给他 说挺能干的 怎么的 就是一样 有机婚 有外债 三儿子嘛 俩大儿二儿都已经结婚了 还有个小儿子小 十几岁 欠了五万块钱外债 我一直去跟他还 那等还上呢 我们一开始跟他过的时候 他家 有房子 大儿媳妇 二儿媳妇住 我们俩呢 没有地方住 养猪 我们囤上了张头啊 他盖一趟大房子 他说要我们去 上他去养猪去 过了二年多 没成想 人家给他房子卖了 这没有办法啊 我们这外债也没还上 死逼无难还得借钱 借钱又盖了一个房子 东宾西凑的 借了点钱盖着房子 到现在 今年才这个 才让他装修 一直就这么没有钱 一直就有着外债 所以您给描述的 实际上面就是 结婚十三年 一直经历比较紧 一直就还债 一直在还债 对 等于当时嫁他的时候 就图他这个人了 对 就图他人 我钱夫妇 因为不干活 我就发恨 以后就想找个 任劳任怨的 他任劳任怨吗 他是任劳任怨的 但是他儿子 不给他争气呀 他儿子做买卖 说要给房照 押出去贷款 贷十万 贷十万不是个小数目 我们这个钱 还没有还清啊 贷了十万 结果买卖没做成 这银行贷款 因为你不还利息 所以人家就 就得要你房子 儿子呢 找不到 银行就找我们去要钱 因为房照 是他的房照 签字呢 又是他签的 当时我都说 我说这是房照吧 你不能给孩子贷款 再说 咱家的孩子吧 不是那做买卖人 好吃好喝 你说 这房子现在呢 压着呢 第二点 我家姑娘说 他开个十大店 开个十大店呢 我说那咱们 你看别的都能赚钱 给拿点钱 咱们给孩子拿点钱吗 他说没有钱 你说 我家的孩子开店 你不支持我 这不跟我藏心眼吗 我这个事 我就先放点 有钱没家里 那时候是没钱 但是 家里谁管钱 我管钱家没钱 作为我来说 我就去借钱给孩子 以后再还 那是又一码事 明白了 就是觉得 老里头 你这人不地道 是吧 连句产量话都没有 然后 他妈 母亲有病了 住院 他们俩弟弟 他们哥仨 他妈给他老弟呢 他老弟说 得嫂子 咱们一家 先拿个两千块钱 到医院 先给我妈治病去 我说那我就拿吧 那年我还真没钱 我姑娘给我拿个 两千块钱 说说我给看孩子 不能让我白看 我先为了 给老人治病吗 我就给这个钱 拿出给太太看病去了 然后到公社医院去看病 医院到那一检查 说脑出血 必须得上省医院看病去 我们就又到省医院 到省医院 这四千块钱 根本就不好干啥 我老弟呢 又数 现在我说的一个就是呢 他宠儿子啊 这儿子我说当时贷款 你别让孩子贷款 咱家的孩子吃喝吧 大手大脚 不是做买卖人 你不听 这个气 为啥我对你家孩子那样 你家孩子对我这样呢 这个小的现在 一天回家吃喝 吃完就睡 睡完就上网 半宿上网网 上班的时候不敢趟 还得开车送 还得整个小电瓶车 还得送呢 谁送啊 他爸送啊 他家家孩子灌成这样 我家孩子呢 我开个店 开了二年 人家给房子卖了 给房子卖了 毕竟得给人倒房子呀 倒房子 我家这姑娘 三个姑娘 都回来帮我点货呀 摆货呀 干活啥都干 他家孩子就没上班 上一休网 第一天早起来 吃完喝完睡一天觉 我家孩子我能说 让我帮干活 你家孩子为啥 你不能让你家儿子 帮我干活啊 你要是上班 不在家 我啥都不说 你儿子在家睡大觉啊 因为他教育孩子 方式不对 就从这点 孩子这点 我就想跟他离婚 不想跟他过 我什么我都认 但是我对这俩儿子的态度 我不会变 不是 那不是不会变 我也得慢慢管 得慢慢叫他转变 什么时候 他要 什么时候出来 转个完呢 这玩意儿拿着保证 我就看我的能力了呗 你这孩子这么 这么惯 以后怎么吧 怎么生活 真是有父母 活着他这样 父母又没有 他这生活的能力都没有 怎么办 哎呀问问你 老婆不跟你过来 你怕不怕 我呢尽量叫他跟我过 要实在不敢跟我过 我也不能拿生 把他给绑回来 听明白了 你跟我们说说 你跟大姐在一起 是为了什么呀 我跟大姐就是为了 有个美好的家庭呗 美好吗 不美好啊 我跟挺内疚的 内疚 没给他幸福 但是 那你得想办法解决呀 对 那一会儿大家给您出主意 您听吗 肯定得听 有好主意我能不听吗 一定听是吧 听一定听 你也听听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有辙没辙 有招没招 大哥有一句话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您把所有的事 调过头来 翻个个 换位思考一下 您想想 假如是大姐家的 三个姑娘不争气 然后是大姐背着债 您一直兢兢业业地 帮着还债 还完了债 又来了一波 跟您在一起 也十三年的夫妻了 这中间都有感情 所以就是 您对儿子的宠爱 和对大姐的这种态度 是非常鲜明的对比 所以现在您要弄明白 一件事 这日子 是要跟儿子过下去 还是要跟大姐过下去 当然跟老伴过呀 对呀 跟老伴过去 那该怎么过 最重要的是您的态度 您有没有一个 要跟老伴过下去 这样一个好的态度 如果您要一直对儿子 只是说说服教育 没有实质的措施 或者没有一个 强硬的态度的话 那对于大姐来说 她是真的看不到希望的 你的溺爱 是给他们未来 增加了更多的阻力 我不管你债务 我说不管就不管 您不管这个债务 让银行就去找他 就去找儿子 让他知道 男人是要有承担 要有责任的 做出去的事 要负责任 负后果 明白了吗 谢谢 谢谢夏老师 来 曲总 大哥 您叫什么名字来的 我叫于宝财 于宝财 但财跟您 基本上就没什么关系 您唯一有一个宝 您叫是谁吗 我老爸 大姐是吧 您挺聪明的呀 事儿也都懂 他已经给你 已经还了 帮你还了十三年了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 为这么爱你的女人 做点事情 你在儿子和爱人之间 你分得很清楚的 大哥 您这事做得很不对 你不能把大姐的收入 用来去还占 明白了吗 明白 一定要把您的点头 划为行动 不要嘴上敷衍 大姐一定不能再拖累了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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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少次都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女人离不开男人 是男人离不开女人 本以为这四个女人 找到四个男人 是个依靠 即便是 日子过得艰难一点 但只要齐心协力 这对半路夫妻 日子可以过得越来越红火 是 当时也这么像 但是谁知道 想靠别人 反倒成了依靠 是 老于站在台上 你还真没法说她什么 当你分开的时候 气氛的时候 她默然承受 一语不发 等到她发言的时候 又是点头 又是鞠躬 满脸对象 我就是错了 但是 我还要继续地 否则就走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这一分钟是最尴尬的一分钟 是吧 有人都不知道说什么 十三年婚姻的本质 看了看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好了 看了一段十三年的婚姻 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其实真相挺残忍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老于会做怎样的考虑呢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老于啊 我说句实在话 我最讨厌听的一点 就是你开始所说的那句话 就大概意思是 当初不是我要找的你 是你要找的我 我就这种话是最伤人的 人家给你还了十三年的债 你说这种话 行了 别气愤了 谢谢您 请回 日子就是这样 因为人生总是要做出一些选择的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 各位请看 我和我老伴成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我经常跟他说 我是个女人 你是个男人 怎么什么事都要我管呢 为啥你自己不管 你是个男人 应该顶天立地顶男人 因为家什么事都应该男的去做主 为什么都要我管呢 人家都说我找了个好媳妇 说什么都能干 其实我老伴一天到晚都不着讲 天天人都看不见 整天在外边到处疯 这一天 什么都好 无所不好 大老远的千玛丽地 我就找我们这一个老汉子 从而我老伴一分钱都不给我 别不得能让我都是有钱 整天跟我在钱上紧紧计较 就是不让我都是有钱 我这一辈子嫁给他 我太委屈我自己了 就我这一个人 我嫁了他呀 白瞎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刘军63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女嘉宾李幸之63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谢谢 结婚三十多年了吧 对 三十七年了 三十七年了 对 有几个孩子呀 四个 现在当爷爷奶奶当了吗 当了 当了 老婆老爷当了吗 当了 多幸福啊 到我们这干嘛呀 因为他把 为家不服这个人 坐了一两分钟后就下车了 下车了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女的是不是认识你 你怎么认识的呀 他说我不认识她 我说不认识她 你怎么 你上哪儿 她上哪儿呢 我说什么意思 那前我那个 搞运输坐车 他们四五六个人 一转就上来了 上来到那儿 到地方了 他们拿进去就下去了 我先就是都一起来 他没下 他就问了这种事 那因为我也没啥关系 对不对 您确实不认识 那你还是一直认识她 以前 搁那块儿干活 认识来回走 但是 这次也一起上车 咱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一起去 那你是狡辩 你还是认识她 因为他就跟你说 你上哪儿 我跟你上哪儿去了 这事发生在多少年前 这是 就是养车的时候 开个体的时候 对 这个 还有这么个事 对 有一次还拉脚 拉一个男的 送给医院送药 送药 他就把这个男的 拉到医院 跟小孩 这男的就下车了 下车说的 我找大夫 把这药给我推销出去 完了你先给我拿 三百块钱 我这一包药 能至少一千块钱 就是这个哥的报纸 包的一包药 放在他车上了 他就顺兜地 把这点钱的 都给拿出去 三百块都给拿出去 拿完之后 这个男的 下完车之后 到医院他就没回来 可能就走了 走了待会儿 等着也不来 等着也不来 然后他最后去找 一找也没找找 最后回来到车里 这几包是不到二斤白糖 这三百块钱 就换了这个二斤白糖 哦 被人骗了 对 你看这 说上边受骗 找客户来活了 你说你能够去吗 他说装货一堆 回来给钱 我先找人去吧 借三百块钱 我先给他拿去吧 他一会儿回来 连运费 带这个钱 不就都给我了吗 那谁也才是骗子 那你傻呀你呀 人要钱你就给 傻的人 不能说一回当 老有不上啊对不对 哪有不上当的 吃一切长一支 后来这不养车 不挣钱嘛 我俩就开始搞批发 往小店送批发 送完批发子 我一直在搬道 走搬道 他跟我提出离婚 他说那咱俩礼拜一 上法院吧 我跟你过得太累了 咱俩离婚吧 当时我的心 就特别特别地难受 因为我那个眼泪 都在眼圈里转着 因为这句话 不应该是他说 后来我就是 隐气吞声 我就说了他几句话 回家 也就那么地儿了 当时吧 我也想孩子还小 家里吧 还挺 活还挺多 事挺多的 最后有一年吧 闹得最严重的时候 我俩吵架 真闹上法院离婚去了 为啥啊 就是因为他老走 老也不找家 有时候一找他 有时候还找不找他 孩子弄家 我还小 我弄家 我就找他去 反正问他 说的孩子得自己说了算 孩子跟你跟你 你们三个跟谁啊 他说的 你们三个小点小 说的 跟我妈妈 我说的 那个妈妈养活不起 你们三个 我说你跟你爸 要你爸养活你吧 三个孩子 谁也不跟他 然后他说的 那你们不要我 我们三个当流浪汉去 就是一听 我就一听说 孩子当流浪汉 当时我心里 特别难受 特别难受的 是谁起诉的当时 我起诉的 过不下去了是吧 对了 我后来行行 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我不能让孩子 我当流浪汉去 最后孩子没有妈呀 你说呀 孩子万一学坏了 怎么办呢 后来没招了 我就回家 我起诉费我都交了 我就领着孩子回去了 我就耐求到现在 这那次为什么 一定要离婚呢 因为他实在 实在太气我了 他干嘛了呀 除了不招家之外 不招家 家里什么事也不管 所有的活 那些所有的活 都是我干 你给他外边整个车 他也拿不回钱来 那你说我要这个丈夫 跟你说什么用处你说呀 就这么提他 提诉跟他离婚 后来我就没办法了 孩子小我就耐求吧 一直到我都耐求到现在 我这一辈子 我也跟他累够了 家我也超了够了 他家吧 还什么也不管 什么吃喝拉搭碎呀 什么迎亲来往啊 里里外外的事 所有的事 都是我一人承担 所以现在到老了 到晚年了 我就要跟他离婚现在 我要过轻松的晚年纪 过了几年 轻松的晚年生活 要过几年 您现在过得还累吗 怎么说呢 我也感觉也挺累的 有时候我一说他吧 比如说抽烟吧 他会抽烟 我说你少抽点烟 咱都是不是 年纪都不小了 对应该自己保养身体了 我抽不抽烟 不你管 我死 早晚也是死 这有所好 你爱爱玩 玩手机 跳舞 你不是好打 因为是 还一次节目 买套服装 玩这手机聊天 家里活啥也不干 他说你有暗号这个 我爱好抽烟 这位是各有所好 你爱跳这个 我爱抽烟 好好 听出点端倪来啊 接着再问啊 过去应该是 大姐在家里说了算吧 说了算 不是 我说了不算不行啊 因为他什么都也不管我 那我 我才不管 那不就家都撒花了吗 哦 扶不扶管 不扶管也没招 扶管 扶管就行 脾气大 啊 脾大 老训你 是 脸上没面子 咋就过了三十多年呢 教训吧 为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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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大了 好 那跟他有感情吗 一般吧 一般 一般是有还是没有啊 有点呢 那多过年 能没有点吗 这 他说要跟您离 婚 您离吗 他离 那他要离 我得考虑考虑吧 是考虑考虑 是离还是不离呢 净可量还是不离 松大四十了 还能 那个 活多些年呢 对不对 不愿意跟他操心了 因为现在他傻语 什么也不管 听明白了 什么也不管 因为孩子大了 所以我不受这罪了 对啊 我也没牵挂了 孩子结婚了 我也没牵挂了 对 听见没有 刘大哥 离不离 他朋友离 你还得考虑 他不能离 这时候男人得有点土心骨啊 到底应该怎么办 问题到底在哪呢 我们听听三位老师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皮特问卷 来 刘老师 你先来 这么有感触啊 是我看着着急啊 急 我就看到了一个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事 三十多年 通过台上这么不到十几分钟吧 我就知道大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短板 不会聊天 真 真不会 可能您做了 实际心也都是为这个家 为大姐 但是就不会说 刚才川一直在引导 哎 有没有感情啊 三十多年有一点 一般 哎呦 这话听得我都替您着急 您不能只做不说呀 学会聊天 心里想什么 爱对方 有感情 说出来不丢脸 好吗 别老板着 一点点吧 但真让离婚 你也离不了 好吗 祝大哥 大姐 幸福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沈老师 其实看他们二位呢 其实就是能看到 很多中国家庭的一个缩影 就是一起携手 走过三十多年婚姻生活 然后相互之间的抱怨 都非常的多 因为我在看 二位在相互交流 沟通 吵架 谁也不让谁 那个架势 我一下子就能想到 我姥姥姥爷和我爷爷奶奶 家里面也是吵得不可开交 可是现在 当我爷爷去世 老爷去世 奶奶也去世 在有一个人先走 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面 那种孤独的身影 他们就会说一句话 说 哎呀 真想再多吵两年呀 你想 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 哪有不记仇的 但最终要怎么让这个恩仇 能够化解呢 就是在你实在气得不行 看他特别不顺眼的时候 想想他的好 大哥也对您好过吧 您不能 您得拍着两镜说 不能一直把所有的 那些坏事放在前面 把好事都看不到 所以您现在其实您看 您也说了 日子其实相对于过得 是挺滋润的 每天有人出去跳舞啊 能玩挺开心的 就是回到家 看到他不顺眼 那你怎么能把他看得顺眼呢 是你自己内心的 那个魔鬼在折磨您呢 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在您自己心里 您自己心里的心结没解开 所以想要看大哥顺眼 要先把自己的心结解开了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谢谢 来 胡老师 这一对年轻人呢 谈恋爱 走向爱情 这叫情投意合 一对恋人 走向婚姻 那叫志同道合 一对夫妻 走完一生 说难听一点 那叫面对死亡 很多人认为 人的一生 如果剩下最后的几十年的时候 一般都有两种想法 有一种想法是 反正时日无多 我干脆活出一个精彩的自我 我想怎么过怎么过 我再也不要忍了 就你这种想法 还有一种人是觉得 反正没有多少年过了 都挨过来了 算了 懒得换了 就这么继续忍吧 就是他的想法 但是其实人生是有第三种活法的 这第三种活法是什么 你不愿意忍是因为你不甘心 他愿意忍是因为他接受无奈 但其实还有第三种活法 就是甘心于自己的不甘心 坦然于自己的无奈 什么意思呢 忘也忘不了 人也忍不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37年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想一想 彼此之间的纠缠和争吵 其实还挺有意思 如果能够在无奈之中 活得更加精彩 把两个人的吵架伴嘴和矛盾 当成一种生活的节奏来过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真的你们俩 有一个人走了 你会怀念这种日子 所以既然要往下过 又舍不得对方走 又想活出一个精彩的自物 同时现在又卸下了 所有生活的负担 为什么不可以 两个人商量一下 有一种更精彩的 舒适于两个人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你该跳舞 跳你的舞 但是在其他的过程当中 也开发一下 这老头的生活兴趣 到底是什么 又比如说 两个人可不可能 都去旅旅游 去看一看 有的时候 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 但其实有的时候 别人可能正在羡慕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自己的日子 自己过 有的时候生活的绝效 恰恰在于忍无可忍 还要继续忍 没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我们这些后辈 也没什么资格说你们 但是我觉得37年了 难道还没过明白吗 就这样吧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杜老师 好了 我们那个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发红糖 真情60秒 别离了 离啥呀 这么大的岁数了还离啥呀 将就度过后半生 还能活十年八年呢 完事呢 那你在我跟前耍皮 你以后你改一改也可以 改也可以 我也能原谅你 我就都没脾气了 还改啥呢 这各个观众都看出来了 我都不会说话 没脾气 你以后你自己愿意高兴 愿意咋玩就咋玩吧 行了 请亮灯吧 前面有点半开玩笑的兴致 最后说一句话 这句话给发自内心的 老婆在就有家 老婆都跑了哪有家呀 回吧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官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区域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请开门 是 请开门 睡觉前观众朋友们 opens the eyes entire variety -oh-in-law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一倍时纯净面膜 提供的爱情保卫战的 纯爱定制礼盒 纯的爱 放心爱 一倍时纯净面膜 来 我们见证属于 这对老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大哥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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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一抱 大哥 再抱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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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亮灯啊 一抱已经动容了 二抱眼泪已经湿润了 其实你如果在三抱的话 你夫人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了 其实就说明这两个人 亲近的太少了 来吧 回家呀 多抱抱 没时间 多抱抱 什么没时间 你看这个感动的 行了 回吧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感慨颇多呀 你哪里知道你习以为常或者认为并不重要的恰恰是你的另一半最渴求最希望得到的 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启发 尤其是最后这个环节 如果你们看节目的话 希望大哥能够认真地看一下这个段落 你就明白了应该怎么去善待自己的妻子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腿老师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伊贝斯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 我们两个人的家庭环境都不是很好 我22岁遇到27岁的她 如今三年早已结婚生子 她是一个特别不懂得表达感情的人 而我又是个热情似吼的人 这几年下来 无论她做了什么让我伤心的事情 我都会在她不哄我的情况下 在冷战中自愈 我该怎么释怀这份痛往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不会表达感情的人 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有一些浪漫 有一些木讷 有一些温情 有一些刻板 如果她完全没有任何表达 那只能说明她不够爱你 但如果她的表达方式只是非常特别 你也无需在意 最关键的是 她心里有你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 冠名播出的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是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开乐眼镜大力支持的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电视机前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